大雪将至 朝野各路人马频频走访民间 文东这个小镇顿时热络起来 在玻璃口新村62号门牌的木屋 人人称它为国式的老画家唐耀生 也在家门外开始繁忙的节奏 用彩笔和颜料勾画一幅幅竞选横幅 70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了这个 做到今天2017年了 有时他叫我做就做了 在明镇党了 以前马娃也做过 在70年代的时候 陈欣生的时候 后来在308的时候 我有几个朋友朋友见了 因为他输了五场每一场胜利 后来我就说 我叫我试试看我的方法行不行 我就参考香港 中港台 日本 台湾 他们那个竞选的方式 用什么语言来打动这个选民 所以他们讲了一句话 民旨自决 选票定输赢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唐老正忙着完成 各大候选人的竞选海报 像这批订单当中 工程最大的当属这幅 12乘8尺的横幅 目前已经完成60% 预计提名日前就能交货 从收集材料 构图甚至提字 这名老画家都一手包办 亲力亲为 在循环竞选布条上 刷白漆后 紧接着便开始量 画 斜 彩 直到真正完成 需要至少两天 一笔一画都是心思和专注 仿佛赋予一张漂白的横幅 全新使命和意义再次出发 这个没办法 我也没有那个机器 没有那个电脑 怎么办 我也用自己的手艺 就是好像以前那个 收回来再重新游戏 再重新把它实际 再把它弄一弄这个 就叫比较节省我们的成本 我认为是多元化 有马来文字 有朝语文 有英文 有中文 各种文字融合在一起 就表示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每个文字都有容纳的空间 没有那个文字都有人看的 现代化设计的竞选横幅 固然精美夺目 但环保概念大行其道 不少人对古早味横幅 依然情有独钟 也因为如此 每当选举年来临 这门手绘行业还是大有市场 唐老一画便是三十年 手心还留下历史足迹的余温 我现在的网络将更加激烈 不过有我一个朋友这样讲 现在又挖这个木条人过十了 但是要不适用 不过问题是老一辈的 还要看这个东西 老一辈的人 要是五十岁 五十多岁 四十多岁以上 他要看这个有实际的东西 目前我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 接下来 接下来还是要做到老为止 学到老 活到老 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个知识的东西 就是一直一直在前进的 现在我们的思想也要跟着来改变 我在这片土地超过一个甲子 唐老最大愿望便是 选民能用手中一票 决定国家的未来 正如他在横幅的提示 民主自决 选票 定输赢 李运祥 张俊杰 专题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